我們最後一個主題 來標題先走去喔 我們這裡要來談隨機變數的細節 然後我們要開始來帶課本的細節 第17頁的上面就可以 這個隨機變數的性質 同學我現在要談的跟高麗談的也是完全是類似的 同學我現在定義一個隨機變數y 跟我一起講y等於a倍的x再加上b 同學這裡的x跟y指的都是隨機變數 那y這個隨機變數是把x這個隨機變數乘上a倍再加上b 那當然這個a它本身是一個怎麼樣 不為你的常數 我可不可以請教同學啊 來這個問誰呢 問同學問法律 法律那個a跟b它代表的是什麼 那個a啊 對那b代表什麼 a是什麼 a是什麼 伸縮嘛 那那個加b代表是平移對不對 那這種伸縮跟平移的變換 我們數學上稱為什麼變換 線性變換 linear transformation 線性變換 所以還記得 我們在面積的時候 其實有針對這個東西去做過一些討論 它是一個線性的變換 那這個線性變換的隨機變數 它具有哪一些性質呢 好性質有三個 那我們一個一個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 這個y這個隨機變數它的期望值 同學曉得期望值就是平均數的概念 那我們把原來這個隨機變數 把它經過伸縮跟平移 然後算它的平均數來 是不是變成 expotation a倍的x 再加上b 那當然同學這個結果 你會很快的知道 同學伸縮跟平移會不會影響平均 當然會啊 不管是伸縮跟平移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平均數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證明 它會等於a倍的exploitation x 再加上b 可以嗎 就好像說舉個很直觀的例子 假設這次英文大家都考不好 很喜歡用調整成績來當作例子 全班的英文成績把它乘兩倍 你乘兩倍你平均會不會跟得變成兩倍 會啊 大家一起加三分 那個平移大家一起加三分 平均會不會加三分 會嘛 所以不論是伸縮還是平移 對我們的平均數都會產生影響 這個是直觀的 我們在一年級也有證過這件事情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 這個新的隨機變數y 它的barance barance 代表什麼 併儀數 好那我現在問同學 伸縮跟平移有一個東西 對併儀數是不會產生影響的 是誰 平易嘛 同學 併儀數是衡量 你要講伸縮對不對 同學 併儀數是用來衡量資料0上的程度 大家一起加三分 大家一起減三分 大家一起平移 平移不影響之間的臨上程度 所以我們直觀上就完全了解 平移的話 這個b 對併儀數是不會產生影響的 懂我意思嗎 是伸縮才會有影響 那等一下我們來證明 barance y 它會等於 a 平方 乘上 barance over x 可以嗎 只有這個 a 會產生影響 這個伸縮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部分 標準差 我們的 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sigma of y 那其實你會算併儀數 你自然會算標準差 同學標準差就是把併儀數開什麼 開根號 那開根號的話 同學平方在根號的裡面 平方跟根號抵消之後 出來 a 要關 絕對值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個 a 就要加一個絕對值 然後變成 sigma of x 可以 這跟我們一年級所學的內容 完全是一樣的 完全是一樣的 好沒有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好的 好的 好你把它抄在你的課文上 可以嗎 欸那同學我跟你說 我們以後會證嗎 就對我們班的同學來講 這個東西的證明其實也很簡單 來你找個小小空白的地方 我們來寫一下那個證明可以嗎 我先證這個期望值的部分 來期望值來跟我一寫 可以嗎 我們就讓步驟班一個步驟 另一個步驟來證明 那同學期望值很簡單 期望值我們用sigma來寫的話 sigma i從1到n 把機率這個pi 乘上隨機變數所取的值 再通通怎麼樣加起來 所以乘上a倍的si 再加上 對不對 這個是期望值的定義 把它取得值 乘上對應的機率之後 全部把它加起來 那當然我們這邊很快 來教學你看這裡 sigma的性質就是 加減拆開來 係數提出來 這個a對sigma來講 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a 怎麼樣 提到sigma的前面去 所以它會變成 a倍的sigma i從1到n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pi x i 這樣可以嗎 加緊拆開來 係數提出來 那這個b 同學這個b 對sigma來講 是個常數 這個常數 我們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所以它會變成 加上b倍的sigma 來 sigma i從1到n 這個sigma就是 成開而已 這個模組 好 那成開之後 導學這題就結束了 請你告訴我 我現在用紅色粉底 分比框起來這個部分 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 導學這個a倍的 導學這個 這個紅色粉底 分比框起來這個是誰 就xs的期望值 對不對 乘上對應的機率之後 相加 這個就是分比 然後後面 來我現在用藍色粉底 框起來這個部分 來請問同學 sigma pi 把所有機率加強 這個機率是多少 1 1喔 這個不是1 2 3的1 對不對 所以馬上就證明出來 它會證明 黑倍的exploitation x再加上b倍 所以不論是伸縮或比 你對平均數 確實都是產生勉強的 高1我們不是這樣證 但是我想跟高3的做法是類似的 好 期望值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b的數的證明 來 Varance OK Varance why 我們現在就是Varance x加v 好 同學 那Varance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數碼 是不是這裡應該有個pi 本來在我們一年集學的時候 這個pi 是什麼 是1 2分之1 對吧 是1 2分之1 可是我們現在在隨機變數裡面 它取的值的幾率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是pi 好 那同學 這個pi 後面是1 2分之1 就要乘上什麼東西 這個不用背喔 你用想的 是不是離均叉的平方 把每一個資料 asi asi 對不起 我寫到asi asi 加上b 去減掉它的什麼數 平均數嘛 那它的平均數是誰 就是 expitation OK 離均叉的平方 這樣子 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 可以齁 好 那這接下來 它會變成sigma i從1到n 來pi 這個的話 來 你看這裡asi加v 減掉 好 同學 這上面這個地方好 我這裡看一下 希望值的as加v 根據我們前面那個證明出來的結果 它會等於a倍的 希望值的x 再加上 我會寫說你要加 好 應該沒有寫錯 好 是不是這樣子 那其實寫到這邊啊 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誰 一件 e 你看 b1是一件 你看這個asi加v 減掉as加v的期望值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一個加v 這邊一個-1 所以這個v1 它在證明的過程裡面 它就被減掉了 好 所以這個平移 確實會對我們的那個 離散程度產生影響 好 那同學你這裡有注意到 這裡有個axi 減掉a倍的期望值的x 那這個a是個長數 這裡有個平方 所以它會變成a平方 然後這裡是pi 好 那現在a被我拿到前面去 那裡面剩下什麼 裡面剩下si 減掉x的期望值 我們用m來表示好了 然後的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欸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好 同學 那我現在用紅色粉底畫 底線這個部分 同學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x的b1數 這是不是就是它的弟弟 所以這個出來的結果就變成 a平方 balance or x 好 來你把這兩個正名 把它寫上去 以此換 這個平均數會受到伸縮跟平的影響 但是變異素跟標準上 只受到伸縮影響 比你之 不會有影響 好 那我們這裡 課本好像只剩下一幾場 來第17頁 下面的隨堂 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來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開始看課本 這個隨堂練習 我們給它幾個讚 給它一個讚就好 這個是應該是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題目 它跟你說 有一個隨機變數 x 滿足 滿足什麼條件 來我下個 來我請一下 滿足這個隨機變數 它說什麼 is potation -2 x 加上3 把它經過伸縮跟平移之後 它的期望值感率47 好 這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條件 另外一個條件 它說它的變異數 varence -2 x 加3 它的變異數是多大 196 這它給的條件 這個題目它問什麼 它問期望值 這個 exploitation x 這個 就從這邊下手就好 來 換學請看這邊 這個 來 這個-2 可不可以提出來 -2 exploitation x 再加上3 是不是等於47 現在課本的題目越來越簡單 我記得以前好像不是這麼簡單 對啊 然後看一下 那從這邊的話 -2倍的exploitation x 等於47-3 44 好 所以馬上可以算出來 來 x的期望值 這個是多少 44除以-2 所以期望值-2 可以 這個 應用剛才這個性質就可以 -2 然後它還要求變異數跟標準差 變異數 那就從這邊開始 然後把它切開 那個看完就接在教室的後面 可以 大家參考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這一題好不好 來 看這邊 通學這個變異數 來 換一下 好 那個自己自己穿越就好 來穿越這個平1 不影響異數 那這個-2出來要加什麼 平方 所以它會變-2的平方 variance of x 會等於196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馬上就看出來 來 我們的variance of x 來 會等於多少 196除以4 所以是40幾 49 我們的變異數是49 沒有錯吧 好 那這個題目不僅要求變異數 它還要求標準差 sigma x standard deviation 好 標準差其實同學很簡單 變異數都算出來了 標準差就是把變異數再開什麼號 開更號 所以這個標準差17 標準差17 隆騰的課本 它的數據都設計得很漂亮 不會過好算 大家了解吧 我們這個主題很快的就幫同學 就把他帶到這邊來 欸 講完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我們課本的洗禮囉 可以嗎 來 課本期題請翻到 來你看一下喔 這邊沒有問題喔 課本期題的話請翻到第18頁 我這裡我會挑幾題 我覺得同學可能自己做會產生一定問題的裡面 好 來稍微的來說明一下 首先要跟同學說明的第一題喔 來請看到 70題的第三題 來第三題這個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是很簡單喔 來這一題給他一個讚就好 但是這一題要稍微的來說明一下 這個題目你在旁邊請一下 這個題目是990學測 寫在旁邊 他一模一樣他瞄短 來請翻到課本第18頁 99年學測考題 那我同學會說老師 學測怎麼會考期望值 我跟小五站 99年那個時候是95站綱 那個95站綱 學測裡面有考期望值 是到99課綱領這個時候 期望值才變得是指考要考 你聽懂嗎 但其實同學期望值 就是算機率而已 多一個步驟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們看看99年學測 這是單選第三題 這題超簡單的 看一下 箱子裡面有三紅球三白球 好那同學我這邊先說一件事情 希望值他跟機率有關對不對 跟機率有關的問題 不管是球硬幣還是骰子 告訴我這些球要當作短還是不同 要當作不同 所以你看他都沒有特別強調 球是同還是不同對不對 好他反正三紅球三白球 有一個摩彩遊戲 從箱子裡面同時抽出兩顆球 如果抽出來的兩顆球 顏色不一樣 那給你100塊 如果抽出來兩個球 顏色相同 那麼剛好錢都沒有 沒有獎金 那麼請問我玩這個遊戲一次 你的獎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好那這個螢幕 我們的神錄訊 投學可以開始跟我一起寫 你在寫的時候 投學第一個步驟 我們按部就換來寫 第一個步驟 你要先告訴人家 你的XX是誰 你的這個隨機變數 就是你玩這個遊戲一次 所得到的獎金 來把它寫上去 總是要寫清楚 獎金 好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寫出這個隨機變數的機率分布 好那我們看一下 玩這個遊戲 你的獎金只有兩種情況 你不是拿100塊錢 不是得100塊錢 不然就是怎麼樣 半毛錢都沒有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對應的機率 如果要得到這100塊錢 你抽出來的兩個球 顏色要怎麼樣 要不同 顏色要不同 來這個機率 這個機率 五半頭選應該 算出來 來分母應該是C多少 取多少 C6取2 對不對 要滿空間的元素有這麼多 顏色不同 代表紅球選一顆 白球選一顆 所以應該是C3取多少 取1 乘上C3取1 對吧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15分之9 也就是5分之多少 5分之3 好這個是5分之3 真的要問題 好 那如果得0塊錢 代表兩個球顏色要相同 顏色相同這個機率 其實也很簡單 來我們算一下 分母是C6取2 顏色相同代表可能是 兩紅或兩白 兩紅那就是C3取2 或就是加 或者是兩白C3取2 所以就變成15分之6 15分之6就是5分之多好 5分之3 那就是5分之2 保險口誤 對吧 沒有錯 這個應該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 好 好那現在呢 這個題目他要求期望值 X Potation X 你看 學測考這樣真的太好笑 來 100 乘5分之3 加上0 加上0 乘上2分之2 所以玩這個遊戲一次 請問你的獎金的期望值是多少錢 60塊錢 99年學測單選地上 如果我們記錯的話 好 這樣OK 非常簡單吧 你看 超容易 來 那接下來有另外一個問題 來 同學你翻到19頁 來翻到19頁 19頁 有一個題目 我希望同學你現在來做 第幾題呢 第七題 這個題目 給他三個贊 來 請翻到19頁 這題給他三個贊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題目 他給你寫得重要 我們看看我們班是不是 全班每個人都會寫這個題目 我們一起看這個題目 這機率問題 一起看 他說學科能力測驗中 你們現在應該也是一樣 多重選擇題有五個選項 其中至少有個選項是正確的 他的計分方式是這樣 每題答對得五分 那只錯一個選項得三分 錯兩個選項還有一分 那你如果沒有做答 或者答錯兩個以上的選項 該題就是零分 現在有一個題目 我確定 你確定 選項A是正確的 A是正確的 那B7出1 隨便猜 那麼按照這種計分方式的情況下 你這一題得分的期望值是多少 我給同學一分鐘 這題其實是機率問題 來你把這個問題把它解除 給你一點時間 得分的期望值是多少 先定義隨機變數 來 開始 等一下 表示所得的分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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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我写一次给你开网 来同学,做这个题目 所得到的分数告诉我情况有几种? 四种 你有可能会得几分? 五分 可能得三分 可能得一分 也有可能一分都没有 对吧 那现在我要写几率 来同学看这边 五个选项我确定A是对的 B、C、Z、E全部都是用猜的 那每个选项都是独立的 对不对 请问B选项我猜对的几率是多少? 二分之一 那我如果要得五分的话 代表我四个选项全部都猜对 告诉我这个几率叫做 十六分之一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几次方式? 四次方 这独立事件啊不是吗? 二分之一的四次方 所以这个几率是十六分之一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很简单 十六分之一啊 好 来,让我换个粉笔的颜色 选什么情况你得三分 剩下的四个选项 有一个选项怎么样? 你猜错了 那这个几率要怎么算? C是怎么样? 取一 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个选项是猜错的? 你要把它选出来 它后面要乘上什么东西? 二分之一的几次方? 四次方法 你还知道我在参数吗?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十六分之多少? 十六分之四啊 对吧 独立事件啊 好,来 同学那什么情况得一分? 错两个选项 所以应该是C4取多少? 二嘛 四个选项里面 利息注意里面 哪两个选错呢? C4取多少先把它挑出来 然后每个选项来是二分之一 几次方? 四次方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十六分之六 好,那最后来 同学你看这边 得零分这个几率 我给你讲 因为这个题目它是算期望值 所以这个几率是谁? 其实是什么样? 不重要 等一下,对写不重要 对吧 考试何必花时间去算这个几率呢? 反正最后都成为零 对不对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算? 好,不重要 他是谁? I don't care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那我们来算一下它的期望值 来,这个期望值应该很容易算 这个期望值会变成 来,我看一下 16分之 1加1加4 不是,不是,不是1 是5加12再加6 所以是16分之多少? 23 好,它的期望值是16分之23 有单位 我看一下 它的单位是分 没有问题吧 等一下,同学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会吼 哎,要讲到这种选择题的问题 有个东西我本来想等学测复习再来讲 但是没关系啊 现在就可以讲 你在课本上找一个空白的地方 写一个考考诺 我有四个小小的题问一下同学 都很简单 这个主题叫做猜对的几率 好,我本来想在学测复习再来讲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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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知道你讲的那个不是那个东西 我要跟这个题目做个结合 刚好讲到这个题目 准备